螺图在电场强度为1的均匀电场中 这里有个电场 那我假设里面就是画水平的好了 电场的方向它有讲这样 水平向右 然后呢 举一个O点为中心 举一个半径为R的圆 这是O点一个举一个圆画在这里 然后呢直径VD跟电场是垂直的 那么AC这个AC是平行的 那么现在问你 假如在O点中间取一个电荷正Q 把这个电量还有一个电量-Q的摆在这个C点 摆在这个C点 所以要注意哦 原本就有电场了哦 原本这个空间就会有静电力 假如你电荷摆进来就有静电力 然后你又摆了一个Q 什么意思 所以你的-Q摆在这里 你可以摆一个-Q在这里 就会同时受到两个力 你要就直觉哦 学物理人对这个现象自然现象 里面最敏感的直觉两个部分 一个这个东西在这边会受到哪些力 力不能有弄错 第二个能量 总共是好当然最后就当然你要怎么去运算计算你的结果 但是基本的认知里面 一看到现象里面 这两个是很基本的 所以这个电荷摆在这边的时候 他刚刚讲哦 刚好恰好平衡 恰好平衡 什么语平衡 物理意义上就是什么样 净利平衡嘛 在这边语意义上就是净利平衡 好那么问你这个电荷是RT玩这KQ这边 人家一问你电荷 刚刚电荷的基本定义 就是美库人的静电力 OK 从基本定义他又没有告诉你这个电荷是怎么样 所以你从基本定义没有办法得到的 可是这个电荷老师我跟你讲 电荷所在高中里面主要告诉你 就是他的意义上就跟 净电力跟利是相似的 只是他告诉你的意义是美库人的净电力 美库人的净电力 所以你没法直接从基本定义得到 那你就是从定律 什么定律 是不是在这边有得到的 利的平衡的对你的 意义上牛顿运动定律 竟然达到平衡 就表示那一点的吸这一点是怎么样 合力怎么赢 没法直接得到 那看看他跟别人加起来合力怎么赢 那别人加起来是多少 那他跟他加起来怎么赢的话 用这种观念 所以你的合力 你这里做哪些力呢 做哪些力 刚刚讲的这里一个 是不是正Q对负Q 这里有一个吸引力 净电荷之间的吸引力 还有一个这个电荷向右 这里的电荷是不是向右 但是你的电荷有一个Q 所谓的电荷 记得电荷就是利 但是它是美库人的利 所以你有负Q库人 你有Q库人就乘以Q 但是又负的 就表示它的方向会跟你的电荷是怎样 相反的 所以你做到这个电荷的这个进电力是这边 那做到这个正Q 对它的吸引力 正负之间吸引的库人力是往这边 合力等于0 表示这两个加起来等于0 怎么会是 也就是它们两个是方向是相反 大小是怎么样 相等的 那大小怎么算 MQ 的大小是怎么样 MQ 的是什么 是这个负Q 受到这个点电荷Q 所以是什么 这个 R 平方分之 KQ 点电荷库人 会等于这个电荷 这空间中的电荷 对它的这个点电荷的利 那我们有讲过电荷是美库人的利吗 那你有负Q库人 对不对 负是代表这里是方向的 那Q库人就会有什么 是不是 QE 你这个力量是不是 QE OK 好 所以这个 E 是多少呢 消一消 你就会得到我的 E 就会等 R 平方之 KQ 没有错的 OK 好 这是 A 选项 D 选项 问你 假如负Q 摆在第一点 所受的合力是多少 我现在原本摆在这 摆在这边 一样在这边 所受的静电力 这个电力 就是我们的静电库人力 总共合起来 这总共是多少 有谁 负Q 摆在这里的时候 受到谁 是不是这个 对它的 是不是 所以你受到合力 有这个什么 你这个负Q 受到这个大Q的 还有谁 是不是刚刚讲 外界这个电场的 这个力 所以这个Q 大Q对这个负Q的 就会是向哪边 是不是在这边 吸引的 力量在这边 好 那 电场的 一样电场向右 可是你是负的啊 你就会变成方向会 相反 好 那这两个加起来 所以老师提醒你 做物理量的运算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属性 是降量还是存量 我们是你才知道运算的真正 你不能两个加起来 就一定等两倍 这个大小一样 这两个大小一样 可是他们两个现在加起来的时候 像在这里加起来 就是方向相反相抵消了 可是这两个是相垂直加起来 搞这种方向 我想以前的训练都告诉你 这个怎么处理的 这个就用什么 这个B字定理了 对不对 好 那这里是Q1 因为刚刚从这里知道 它两个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怎么样 是不是根号2 好 根号2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C选项 现在问你在A点了 一样 告信在这里 就是要教你去重要一个关键点 判断方向 在A选项 所受到合力 受到静电力 这里有负Q 这里有正Q 对它就是怎么样 相西在哪边 方向在哪边 就是向左 一样 你受到是这个Q 这个大Q 对它的力 所以吸引的力量是向左 好 那还有一个什么 你有这个键长 这个键长是向右 那你负Q 那你说的力是什么 这时候是不是向左 好 那刚刚有讲这两个 因为第一个条件 然后平衡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力大小是一样的 这两个力大小是一样的 就这两个力大小一样 就方向都是向左 所以会是Q1的几倍 这时候相加 刚好方向相同的话 就好像存量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坐标 让它在同一个方向上 那条件的话 你就可以像存量一样 计算这个加起来 就可以直接两倍 这样的问题 好 接下来比较难一点点的 D选项 D选项 Q由圆周 从D点 D这一点 现在从D这一点 怎么样 跑到 圆的圆周 移到B这一点 我现在假设它是从C这边移过去 所以一直这样绉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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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你这个净电力所做的总工是多少 等一下问你做工哦 记不记得 老师讲的 这讲你物理观念 定义很重要 我是觉得在我自己个人认为里面 定义知道以后 我们为什么要定义这个定义 一定有它的道理 一定会找到一些规则性定义 往往交人做的很多同学会忽略这个东西 那 等于要问做工 当然刚刚讲的建建律做工有两个 一个是Q的一个是建筒 这两个建建律的做工嘛 可是讲到做工当然直觉就刚刚讲的 做工有什么样 基本意义上就是什么 力量去造成什么 位移 那么接下来 当然这个造成就是我们高中 所以一直强调要给你知道 要取平行量的问题 国中应该有这个观念 可是我们现在教你数学符号的表达 用造成的意义了 接下来除了时间 依照定义去做 就是什么 这个定律 那这个定律规则性的定律 我们定律这个干嘛 现在找到一个规则性 什么规则性 功能定律 就是跟你这个系统 受到外界定律做了多少工 那你系统的能量就会有变化多少 是不是 而这个意义呢 假如针对单指点的时候 单一个指点 它就只有什么 动能 动能变化 可是从这里你就出现一个问题 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这里的速度 动能就是速度来表达的表现的嘛 你有告诉你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的现象吗 没有啊 所以你这边是不是资讯不足 你没办法从这边做 所以你可能会逼的要从这边做 你要看你的资讯有哪些 那你要从这里来做的时候 要注意点 所以我现在因为你的做工 是不是单固定力的时候 你可以力量 dot这个位移 假如你是固定力才可以直接dot出位置摸位置 假如不是的时候怎么办 大学很多的题目会 通常碰到的力量可能不是固定力 你怎么办 就是把这个位移取得怎么样 很小 再来取积分 好 这个不是我们高中所标的重点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 你的处理方式态度是怎么回事 好 所以高中里面可能固定力的话可以这样 那你现在考虑 这两个力 这两个力 其中我这建厂的力 是不是我们刚才讲 这是均匀电厂 所以你这个建厂这个力是属于什么 是不是固定力 所以你固定力可以用这样来算 OK 那结果呢 我问你 固定力可以这样算什么意思 这里含义上有特别严谨的 这是什么就是出位置摸位置就好 所以虽然你是从这边绕到这边来 那因为你这个建厂造成的力 这个电厂是均匀电厂 所以它的力是均匀的 是都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出位置在这边摸位置在那边 不用管过程 直接从这里到这里 但你会发现你的位移是这样 结果你进阵的力量是向左 怎么样 负责是向左 都会怎么样 是不是垂直 所以呢 你所做的功是不是多少 是不是零 有一点点难 是难在哪边 观念上的难 并不是说计算很难 接下来Q呢 电厄呢 这个Q是不是在这边 这边一直跑 这个Q 你假如用一个理由 叫做保守力 可是这一部分高中 比较没有特别强调这一部分 保守力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跟你入境无关 只要管出位置摸位置 可是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的力量 你不管绕到哪一点 负Q跑到这里来 跑到这里来 他的力量在哪里 是不是受到震电的吸引 跑到这里也是吸引 结果你发现一件事 因为这圆周的一个特性 他的位移 位移都是沿着什么 切线 跟你这个力量都会怎么样 是不是像垂直的 所以你从这D到C的过程 不管怎样 这个是不是都是垂直垂直 跟位移都垂直 所以他做功义是多少 零 一样你C到V 也是为什么 零 什么意思 也是会零 不过这里顺便问你 我问你脚下它是D到O呢 做功怎么说零 没有 D到O的话 是不是力量是吸引力量往这边 结果你位移是往这边 是做什么功 正功 那O到V呢 假如是电脚这样往外跑 因为吸引力量是往下 结果你是往外跑 所以O到V就做什么 复功 这顺便提的 也许题目会这样做这样的改变 好 一样刚讲的总功 就这两个总功 加起来是会等于 是带进去 带进去 所以没有错 做功总功是零 OK 好 接下来一个就是D到C D到C 好 那D到C是多少 D到C的总功 刚有讲的 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 你这里的做功 资讯上 你没法用定律 只能用基本定义 还是一样力量去到的未来算 好 那从这个阶段 炒到这个阶段 针对 针对什么 刚刚还是有两个例 是不是这两个例 其中有一个是零 哪一个是零 其中哪一个是零 是不是这一个 为什么这个是零 Q的为什么是零 这个Q对他为什么是零 刚刚有讲过了 是不是都是什么 是不是垂直 都在跟他每一点 唯一都垂直 所以这个是零 这个呢 来考验在这里 电场的呢 有没有零呢 电场的力量 是不是都向左 就他是从这边 跑到这边 特别上他的位置 是在这边 可是对做功 DOT 刚刚刚讲的 那个DOT的含义 你的力量都始终向左 那你的位移 只要取哪一个部份 才是有做功的 是不是 就是我的位移 就是跟他一样 是水平方向的 这里是水平方向的 所以你从这边 跑到这边的水平位移 其实就只有 这边跑到这边 是多少 是不是R 而且你是向左的 你是向左的 而且你自己也是跑的时候 位移也是向左 所以它是直接是正的 不是负的 了解意思了没有 所以问你的是 第一到七点 静电力做工 这个电场做工 是QER 一样 假如我变一个呢 很简单 我D到A呢 有什么差别 D到A是多少 一样是QER 可是呢 因为你的力量是向左的 可是你向同罪跑到这边 你的位移是向 又差别差别哪边 Q的 了解意思吗 了解意思吗 OK